最新消息在您关心在桃园平镇民族路发生一起工厂火警 一家专门做环保回收的工厂 200瓶的厂房被猛烈的火势烧得全毁 而不幸的是坐在里面的老板夫妻因为逃生不及命丧火库 深夜里的这一场火让桃园平镇的这一家环保工厂 很快的被猛烈的火势给吞噬 200瓶左右的铁皮工厂里面存放的大量的杂物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仅一小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连忙用电锯切开铁门抢救 但是还是造成住在里面的一对老板夫妻不幸命丧火库 整个也二楼夹成的房间也因为火势的猛烈 整个塌陷 那在塌陷的这个处所 目前有发现两具遗体 一片火海了 然后窜下来差不多十几分钟 以下就全部都烧掉了 根据夫妻居民表示 这家工厂的二楼有养鸽子 一楼则是对放杂物 疑似是电线走火才会造成悲剧 深夜的这场无情火 一下子夺走两条人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